生政治会能破邪剑呢 你求正解 所以不读圣贤书怎么行呢 不读圣贤书 我们受了侮辱 决定有抗拒的心 决定有报复的念头 这烦情嘛 我们今天能够没有报复的心 没有抗拒的这个念头 得力是什么 得力于佛菩萨的教会 我们知道那样做是错误的 大家也常常听说 爱人这人很爱之 我爱人是种的好因 人家给我的回报是好 那么由此刻之 恨人者 人很恨之 杀人者 人很杀之 不是一个道理吗 你从这上面 你从这上面仔细去想 仔细去观察 你才真正体会得到 种善因的相过 所以我们如何在这一生当中 能够种纯善之因 心地里头 没有一丝毫无念 我们这一生学佛 没有被学佛 诸位 果然做到这一点 即使不求生西方 极乐世界 你也是上身为天王 你的佛报不在人间 人间没有这么大的佛报 人间的佛报是善我混杂 纯善无我 这是天上的佛报 这人想天父 那么由此 求正解 是我们一时一刻 都不能放弃的 求正解的方法 研究经教 要认真去研究 要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们 讨论圣教 讲解圣教 这样对于我们才会有进步 对于经典里面 自自居居 越深入 越圆融 结得透彻 结得圆融 把它落实到我们自己生活上 我们的生活圆满了 落实到工作上 我们的工作圆满 我们对于夜阴国报 看得非常清楚 我们对于一切人事物 我们用的是纯善之心 纯善的行为 别人纵然杀害我们 像金刚经商所举的例子 隔离王各界身体 忍辱仙人也没有 丝毫怨恨 完全接受 谁占便宜呢 忍辱仙人占了便宜 他六度圆满了 他圆成佛果了 这身体算什么 身体丢掉了 他成佛了 那我们想想 我们还是爱惜这个身体 还是喜欢成佛呢 如果条件就那么简单 这个身体毁灭了的时候 就成佛了 那我这个身体很愿意 马上毁灭 用什么方法毁灭 我都欢喜 要明白这个道理 不在这个世间 无论受什么样的委屈 不能有丝毫 怨恨的心 一定要做到 一切顺境逆境 卧云善云 真正做到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这是真实 在境界里头 起心动念 邪见 顺境里面起贪心 逆境里面起晨慧 邪见 邪知邪见 善因善谷 悟因悟报 一定要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们从这个地方 才真正建立 对于圣教的信心 对于自己修学的信心 对于老师指导的信心 由这样的心态 来读经 你才能够了解经典里面的义趣 正是开经纪上所说的 愿解如来真实义 如来真实义 给主义说 是清净义 是无敬义 清净义 是丝毫不让我 我们明白这个求证节就比什么都重要 有 秀因的义趣 石出世间法 都包括在这一句里 石进乏 不利益国 出世间法 也不利益国 英国两个字 同日世出世间一切法 真理 佛法里有所谓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过去我遇到不少的同修 提出这句话来问我 因果在不在万法里面 当然在万法 那么万法皆空 为什么因果不空 我们举个 举植物大家了 容易了解 比如一棵桃 桃核是因 种到地下了 年三年它就长成桃树了 又借桃了 桃核 种下去之后 长成树 核没有了 因空了 因变成果了 那个桃树就是果 又借桃 就借了果了 那果熟了的时候 柴下来 我们把它吃掉了 果又空了 果空了之后 那个核在啊 因又出来了 于是 讲因果不空啊 是说因果 转变不空 你看呢 因 转变成果 果又转变成因 它总是循环在转 转变不空 循环不空 相续不空 讲因果不空 是讲这三种 我们要懂得 你想听看 是不是 从这一个例子 你就能知道 事处事件 一切万事万法 那么 这样